現在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Active Render 這個呢跟我們剛剛講的就跟Evercant真的很像 剪接錄影剪接然後再做輸出 這個部分呢在Active Render這一塊都是屬於免費的 那麼最近呢加上它剛好有中文化的那個版本有釋放出來 所以對各位來說應該又更方便了沒有太大困難 除非說有幾個名詞它可能是看起來覺得是對岸的翻譯那種感覺 好那你從這邊下載之後呢 就是我們剛剛有跟各位講的解壓之後就可以使用 所以你看我們在這裡 好解壓之後之後呢你就執行這個檔案 好這個檔案那你進到這邊呢 進來之後應該會是這個畫面 我先把它全部關掉 先關掉待會我再進來 好這樣子 一打開呢它就會問你一件事情 你要的是什麼樣的檔案 好有沒有一打開像這樣子 那現在上面都是中文的 那你可以選擇新建股貨或新建工程 好看起來好熬口對不對 來如果你是跟我們剛剛第八的V6 就是我這樣錄影用的 你就直接告訴他我要就錄影就好 就是第一個 有沒有然後他就問你你要所謂的 這裡翻譯跟之前的翻譯有點不一樣 因為他是拿大陸的直接翻譯的 所以你會發現有一點點不同 但是呢第一個就是我們講的全動式的有沒有 高動態也就是全都錄的意思 好就是這一種 那如果你要錄的是 比如說網路上有串流的影音啊 也可以只有這個錄下來 因為有些串流影音 你不方便那個嘛 不方便它不讓你直接下載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稍微透過這方式把它錄一段下來也可以 好也可以 那這個有智能的 這種呢就是我們講的 就是 這個智能補貨就是 它沒有視訊的 完全都是只有照片的 好完成都是只有照片的 那智能補貨它有說什麼 自動全動態錄製 這個部分就是它會自己去做切換 你今天用拖曳的時候 它就自動換成錄影 如果你只是在講解簡報內容 它就用拍照 這樣了解 好就是查來這樣子而已 好 那 預設的位置呢 預設位置應該不是在這邊 在我的文件夾裡面 好在我的文件夾裡面 所以呢 你可以在這邊就直接設定好 然後做確定 那預設還是錄全幕 預設是錄全幕 就這樣錄下去 我們先從錄影開始好了 好不好 所以我在這邊 假設 這是 其實我剛剛已經有錄兩段了 錄兩段 其實你會發現事實上都一模一樣 只是我們錄的方法有點改變不同的軟體 好 那你看它會有一個專案檔 有沒有 這個是它的專案檔 也就是說我在錄影的這個過程裡面 我在錄影的過程裡面 它本身是需要先有一個專案檔 先有一個專案檔保留下來 讓你去做完編輯之後 最後再做輸出 最後再做輸出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要確定 好 有沒有開始 確認一下你的麥克風 然後呢 要不要錄這個系統的聲音 還有你的螢幕 要全螢幕 還是自己定義某一個範圍 你都可以 那如果沒問題 就按錄影 好 就要開始錄影 你看 就錄下去囉 有沒有開始倒數 結束是Console加Andre 有看到的齁 它在這邊 一個好處就是 它有提起你321 所以有些人 好像那個電視台那種出色 預備導演321 就不會喊了 它就下去了 就下去了齁 所以就像這樣 那你就開始錄 假設你不知道快速界是什麼 如果你就來找這個圖 你在上面點一下 有沒有人跑出來 你就從這邊 欸 暫停啊 停止然後丟棄 這樣齁 比如說我在這邊停止 那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幫你 產生進來了 就會幫你產生進來了 欸 你不覺得 看到這個畫面 有一點點熟悉的感覺 我先把這個地方齁 這裡有個小技巧 我們看一下 上面因為我現在是錄全螢幕 所以這個畫面是變得太大了 你可以按一下右下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這個地方 對不對 你把它按一下 它就會自動縮放 有沒有這樣看得比較清楚 好 那另外呢 下面還有個時間軸 拉上來 這樣有看到了齁 你覺得有沒有左手邊看起來有點熟悉的感覺 我如果再加一個換燈片 再加一個播影片 交換一下 你不覺得我操作起來 一直讓你回鄉去某個軟體嗎 呵呵呵 這樣不像PowerPoint 對啊 所以 編輯教材 如果這樣是不是很簡單 那影片萬一有誤錯 這邊還可以剪 還可以剪 所以你看一下 簡單的就像這樣 那我們右手邊這裡可以打開 每一張 它稱作所謂的換燈片 我們在拋混的時候 這個頭影片都一樣 預設呢 每一個換燈片的這個時間 都是3000 但是各位不要看到3000 就覺得好像很久 因為呢 它是用毫秒 所以一毫秒 不是1000毫秒等一秒 也就是一張頭影片 是3秒鐘 是3秒鐘 所以呢 如果說你可能 比如說我們錄影的前面 我需要加一個片頭 我就可以在這邊 適度的加上什麼 比如說我在換燈片這個功能裡面 欸我可以插入我的圖片啊 插入圖片 我看一下 插入圖片在哪裡 注釋 在這裡 有沒有出像 它把它換作注釋 因為確實英文 annonation 英文是叫annonation 所以中文觀眾注釋是沒錯啦 只是 有點怪怪的 在這裡 我就可以從 比如說 欸你要 找一張背景 讓老師來用 假設找這一張 有沒有 你就放進來 你就可以自己 調整一下 那如果你有標題的 一樣有文字的標記 你可以在這邊打 這樣清楚 大致上就像這樣子 那麼 它一樣有圖層的概念 你看我們左下角 這裡是不是時間軸 對不對 時間軸 所以 如果說萬一 你需要 把這一層 這個文字標題 把它放到別人的上面的話 或放到別人的下面 可以做調整 你可以按右鍵 有一個 有沒有上一層 下一層 有熟悉的感覺嗎 對不對 我們一般office也是這樣用啊 那你下一層 它就不見了 它就被它擋住了 這樣 OK 所以我想 我先不要講太多 先讓各位先從路次開始 等一下我們再講一下 如果你要做這些內容的時候 是不是要找一些素材 可是找素材不能像我剛剛那麼隨便 每次都用器額啊 那個 總要找一些具備好的 比較OK的素材 我們來用會比較好 好來我先把畫面還給你 今天你先試著 看看 錄一段起來 等一下呢 我們就可以利用那一段來做剪接也好 甚至怎麼樣 你從網路上下載的影片 不會進來做剪接 也可以喔